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章我们将进行操作系统的实践环节 那么在本章我们将会实现一个支持一部任务的线程词 那么我们为什么挑选这个实现一部任务的线程词作为操作系统的实践呢 那么主要是因为这个线程词以及这个一部任务 在其中有非常多的细节是关于这个操作系统的 包括这个线程同步 线程的使用等等 都是这个操作系统里面的重要内容 并且呢这部分内容对于工作或者说对于以后的发展呢 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因此在本章的实践环节 我们将实现这个支持一部任务的线程词 那么这本章的实践呢 我们将会使用这个python3去实现的 那么在这里呢老师也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 首先我们希望同学们能够理解原理 能够理解老师所实现的原因 并且呢在理解之后下来可以自行的去实现相关的内容 那么我们知道很多语言呢都提供了这个 这个线程词的API 比如说Java语言呢就提供了这个Free Put Executure 以及这个python python3呢也提供了这个类似的线程词 很多语言都提供了这个线程词 那么可能我们有些同学都会平时在工作 或者是在这个学校当中呢 都有接触这个Free Put Executure线程词的 但是呢我相信大部分同学都只是会使用并不了解其中的细节或者是原理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个操作系统 我们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怎么样去使用这些线程词 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线程词里面它们是怎么去实现的 里面有哪些细节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因此在本章呢我们不仅仅需要了解这些线程词怎么使用 我们更要了解的是这些线程词底层是怎么样的一个技术 这些技术与我们的操作系统又有哪些联系 那么这个是本章学习的一个重要的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简单的了解一下本章所实现的一个内容 那么对于本章所实现的呢 用户可以提交一些普通的任务 那么什么是普通任务呢 普通任务就是可以提交给这个线程词去执行的 并且无需关注这个任务的结果 那么对于普通任务将会先提交给这个任务队列去执行 任务队列就是暂时存放这个任务的 并且等待线程词去从这个队列里面取任务去执行 那么接着呢就是这个线程词 线程词就是不断的从任务队列里面取任务去执行 在这里用户除了可以提交普通的任务 还可以提交一种特殊的任务 我们称之为是一部任务 那么对一部任务呢 我们既要提交执行 我们还需要关注这个任务的结果 那么这个一部任务呢 也是通过这个任务队列提交到线程词去执行的 那么线程词呢 将会一部的去执行这里面的任务 并且对于一部任务呢 会返回这个结果 把这个结果返回给用户 那么在这里面 关于任务队列 线程词 一部任务 普通任务 等等的 都是我们需要实现的一些内容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本章所实现的一个结果 来到ID 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会定义四个文件 分别是这个pool.py queam.py task.py 以及test.py 这四个文件 首先呢 对于pool.py呢 将会实现这个任务处理线程 以及这个线程词 接着在这个queam.py呢 我们主要是实现一个线程安全的队列 在这里面我们将会综合的去使用这些线程同步的变量 其次还有这个test.py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将会定义一个基本的任务对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普通任务 以及一个一部的任务对象 最后在这个test.py呢 我们将会编写一些测试用力 在这些用力里面呢 我们将会生成一些普通任务 或者是一些一部任务 然后把这些任务提交给这个线程词去执行 最后呢我们再从这个队列里面取出任务的结果 打印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本章所实现的所有的内容 在这其中呢 有非常多的细节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本章所学习的一个步骤 那么首先第一步呢 因为我们本章的实践呢 是使用python来实现的 因此第一步我们先了解一些python的同步原语 包括一些扶持锁呢 或者是这个条件变量呢 接着呢 我们将会实现一个线程安全的对列 然后呢 我们将会实现基本的任务对象 接着我们将会实现这个线程词 那么在实现之前 我们先对线程词进行了解 包括什么是线程词 以及我们为什么需要使用线程词 接着呢 我们将会实现任务处理线程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实现一个线程 去处理前面所实现的任务的 接着我们将会实现这个任务处理的线程词 那么在这个线程词里面将会包含多个任务处理的线程 最后呢 我们还会实现这个一步任务处理对象 那么在这个一步任务处理对象里面呢 我们将可以从线程词里面获取这个任务的处理结果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呢 我们将完成本上的这个实践 好的 那么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进行下面的实践吧 那么话 我们下期再见